中文字幕提供 轉換環境 跟阿奶去了一個保齡球場 當然想聽聽你說 你的生活的另一面 除了馬場以外 不如阿奶先說一下 你自己的家裡 之前你剛才說過有姐姐 曾經替你報名參加 做騎師 你家裡原來你是小孩子 是你來的嗎? 是 說一下小時候的生活 小時候都是小朋友的 三個姐姐 那是不是應該很好吃 也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爸媽沒有什麼偏心 現在回想起來 也很公平 那算是這樣的 總之有獎有罰 我的感覺好像比獎 沒有 那會否因為你本身偏向 太小一點 可能 太小一點 每個小朋友都有 百厭的一面 不過說一會 我有時認識一些拉仔 即在家裡單位 偏向 姐姐多 真的有點女性化 你有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有 真的? 會否喜歡乾淨一點 我小時候有人說我瘋型 可能 但現在沒有 可能入了馬會騎馬之後 現在正是粗號 不過你粗號得來 你是偏向 不過你不說我都不記得這件事 為什麼呢? 是否因為很喜歡乾淨 那些 可能是一些動作 可能是 因為是有原因的 因為你整個家裡都是姐姐 對嗎? 所以也通常是萬千寵愛 那我回答一下 可能你現在不覺得 但你小時候可能整個家都疼你 到你出去的時候做 見習話其實也挺辛苦 嗯 即是那變化 嗯 很大的變化 現在到自己 自己的家裡 自己有一家 兩口子 甜蜜二人家 那結婚幾年呢? 四年多 就快五年 在騎士之中 你算不算是比較遲婚一點? 我不算 不算 就是很多 在做浪子 是的 但我們訪問 有很多騎士是偏向 不知道是否因為 騎士的生活比較穩定 規律 所以有很多 早結婚又早生子 早生 他們 首先你其實那時候 譬如說你早 剛開騎馬的時候 你會不會其實都 其實都很想找一個 盤 即是早些結婚 那時候有沒有這樣想 還是不是 都還沒有 那時候 享受一下 享受一下 結婚四年了 結婚前後 有甚麼生活上的分別呢? 都… 沒甚麼分別 都感覺一樣 是 拍了很久 對 那跟太太平日的生活 多貼著馬場嗎? 少 我太太很少入場 最初認識的時候 會經常帶她入場 那現在就笑了 她說我看電視支持你 可以這樣說 她對馬場沒甚麼興趣 好的 所以一開始多去一點 是對的 她先看看你做甚麼 我放心 那平時跟她在馬場以外 通常跟太太有甚麼地方 比較好去處 喜歡去 玩一下、吃一下 那… 本身我對吃的要求不是多 那… 可能她就遷就我 那… 去哪裏吃 去玩到哪裏 就吃到哪裏 我們經常都… 那… 在香港 可以去哪裏玩 去哪裏吃呢? 通常… 那… 如果… 打一下球 打一下Ling 她就過來陪我 她也會陪你看 會看的 她又不太好 只會看 去哪裏吃到哪裏 就在球樓吃 是啊 很方便 是啊 打Booling 打Sloga 全部都有食物 是啊 這樣是多方便 不過我知道 你一個地方很喜歡去的 就是去西貢 潛水 嗯 講一下這個興趣來聽聽 那… 潛水也是我一個興趣 那… 都… 挺好的 有時候 租一艘船就出去 那… 享受一下 OK的 挺喜歡的 我… 以前放假我也經常去 嗯 嗯 下了水底 那個世界 你覺得怎樣 我沒去過 嗯 那… 當水清的時候 就… 你就看得遠一點 那… 有時候 那些水族的 你就… 你… 聽到一些… 嘻嘻嘻嘻嘻 那… 這樣… 沒有啦 你… 你… 好天 你就… 個人心情好一點 你下水 有時候 有時候 天氣不容許 那… 水的能見度低 那… 你在船上拋一下拋一下 也… 另一種享受 拋一下拋一下 嗯 那… 那下水時呢 其實就… 很個人的嘛 其實不會聊天 不會吃 那… 你是喜歡看物多 還是… 也有空間想想的 嗯 我會找一下,看看有沒有魚 看看多好找到魚 我們介紹一下,香港最多見到什麼魚 其實都是那些斑,斑會比較多 但都是小斑,很難見到大魚 在香港 你在水底見過一個最稀奇的是什麼 有沒有記得 水底都有這些東西 有沒有見過這些東西 有時釣魚釣了一隻鞋 在香港的水底會經常見到這些 因為我們不是去保護區 保護區要申請 我們也是去一些比較多船去的地方 多遊客去的地方 水底就不太漂亮 我見過一些訪問 你也說到有時放假去旅行 跟家人一起去的 對嗎? 都很喜歡跟家人一起相處 對 平時是小時間陪家人 放假當然 多花時間陪他們 應該是這樣做的 有什麼去處? 有時會回到大陸 陪他們去看看 看大自然還是博物館還是什麼? 都是看大自然 我爸媽媽喜歡唱粵曲 有些朋友在上面唱粵曲 就陪他們上去看看 可以的話 那你有否再唱兩首? 沒有,我不會 你陪他唱 兒子,你真是孝順 練成一首都可以 好 家裡以前是拉仔 現在永遠都是拉仔 做小孩子 但是在工作上 其實師生涯 你都由師弟 身受 慢慢變成前輩 變成師兄 近年其實有很多小師弟 跑出來 成績都不錯 怎樣看這班小師弟 現在馬會的制度 對現在的小孩子很大幫助 因為他們要在外國 跑了一年馬才回來 有了基礎 對他們穩助 其實就容易很多 有了經驗回來 會是 基礎打好了才回來 現在整體的整個世代好些 但是這樣說 多了很多後浪 是一定會 競爭力 競爭 是不是緊張了很多 始終跑馬 你也是要提及經驗 我們的經驗 一定比他還好 這樣挺有自信 如果你有時看到小師弟 當然 年輕的運動員 通常會比較飄乏 如果有一場馬 看到他可能表現比較失準 作為師兄 你會否有一兩句和他安慰一下說話 會說些甚麼 我沒有 下場來過 那些都不用了 沒有 跑馬自己學 說沒用 自己會學 肯學的一定會學到 跑馬 那樣東西 真的要落場 拿經驗 才真正可以令自己長大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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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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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馬